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8日 今天看到万维网转发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明德网先发的 他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中央电视台 在播放这个新闻的时候 就彭丽儿的位置发生变化了 这个作者观察是比较细 我仔细看了 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 也就是在二十大字前说是 除了习家军人事变动 引人中共之外呢 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儿的身份 也是外界了解中国政局变迁的窗口 央视6月7号报道 被认为是突出 突显了这个彭丽儿地位 和六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他其中讲到彭丽儿这个身份 以前他是中共的政军级的文职军官 那时候他就是唱歌 唱唱歌跳跳舞这些事啊 那个是当时这个中国这个军队里面 就文工团 我没见过他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和他打过交道 那个时候你想 也没有多人给他当回事 因为经常有一些演员到大连来走穴 所谓走穴就是有那老板拿钱邀请 说能不能一般都找一个经纪人 找一个头 说能不能给找点好的演员来捧捧场 行 说你想请随请随请随就联系 他们就想滚雪球 一滚都很大 那时候有很多人愿意干这个事啊 到大连的演出 彭丽儿也来过啊 那么本人认为啊 他现在随着就是习近平的地位的 这个巩固啊 习近平鸡群统治的这个升级 他老婆的职务肯定会翻梗头 这点肯定了 一般专制鸡群统治者到了晚年呢 越来越昏庸 越来越恐惧 越来越担心什么家人跟自己倒霉 所以也就把这个自己的老婆 孩子啊 就是职务都会安排 这个是随长传告的 越恐惧 他会越搞这套东西 毛泽到晚年不就这样吗 把江青整到那个 中央温格领导小组了 其实在延安的时候 和毛泽东结婚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中文来就联系一个规矩啊 就是你和毛泽东结婚行 其实人家都不同意毛泽东娶他 因为他的名声太臭了 过去那些 画边新闻太多啊 但是毛泽西看好了 王八看绿豆对眼都没有办法 所以执意不过毛泽东就勉强同意了 但是中文来有一个限制 就是你不得从政 他当时答应了 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毛泽东就完蛋了 江青的权势日益升天了 毛泽东的经历有限 另外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啊 心理的压力问题等等啊 党内的权力斗争问题 有些事毛泽东不太好意思 和老孙儿们早早就翻脸 那江青就可以啊 再得从穷脚啊 脚的是天反地赴的 那么习近平也是一样 他处处模仿毛泽东啊 我认为这个原因都是很多啊 主要是因为他认为 渲染夸张 这个崇拜毛泽东啊 整个社会兴起这样一个风气 有利于他自己的统治 有利于保证他的权力 那同样的 他现在是四面楚歌 这个特别孤立啊 也感到恐惧 他自然而然 给他老婆这个职务 就逐渐的提高 再加上 过去彭丽人 虽然是在文艺界 算是名声还是可以啊 比其他的松鼠英什么好得多 但是人都会改变 随着他老公 越来越像皇帝 他也把自己当成了 这个国母了 当成这个 这个地位也是 这个特别思想越来越严重吧 可能过去还挺谦虚 后来干脆就是 就是那就是非常那个霸道了 女人要这种霸道 催起枕头的时候给你呼叫蛮缠 那真是更厉害 所以这个现在网络有传说 说是同路段时间和他有关系 我想有一定道理啊 说不定也是 他看到这画面戏文呢 回家以后又哭又闹的 习近平也没有办法啊 其实表面给我们看都是光明里面 实际上拉上窗帘的嘛 幕后这些破事 都大同小异啊 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问题是什么呢 这一次他在这个中央电视台啊 以这个亲善大使的身份呢 也就是世卫组织啊 结合病和艾滋病防治 亲善大使这个身份出现 确实有点不痛寻常啊 他这次发表了电视这个视频的讲话呀 6月7号 央视播放这个顺序 发生了变化了啊 我觉得这个的确值得关注啊 因为央视这个这个排序 这个报道绝对不是随随便便 这点我还是知道啊 我认识很多中央电视台的 这个以前的编辑记者 不姻缘我都认识是一些 有一些属于角色层的 过去曾经还是挺好的朋友 据他们讲 他们那个管理非常严呢 在不同的楼层工作 互相之间都不能串通 那个那个卡都不一样啊 非常非常严格 基本上早就是一种军事化管理了 就怕出事啊 那同样对这个报道 可不是说随便就是 把这个次序颠倒了啊 或者改变 那肯定上面同意安排的 那么这也就是说7号这一天 你看这个新闻联播头条是 栗战书啊 栗战书当然是国家级的 说第二条就是彭丽媛的致辞 说第三条才是呢 副总理胡春华啊 主持国际辅造贸易 这个波兰会组委会的首次会之后 才是黄坤敏中间部的这个部长啊 等等 他这个部长就搞的是100年宣传的电视电话会议 从这个排序来看 就把这个彭丽媛提升为这个 复国级了 这确实是个很大的变化啊 给大家看看 今天这个彭丽媛这个 这个 这个视频的录像 就这个节目啊 那么 香港的明报啊 据这篇文章转述香港明报 9月9号 那就现在刚刚发布消息说 中共的政军级最多相当于政部级啊 说单在新闻联邦的报道当中 彭丽媛的消息放在 郑国级栗战书与副国级胡春华资金播报 显示他至少享受了副国家级领导人待遇啊 这可是很大的事 就是说他级别升了 升了以后 是不是给他搞这个中央军委的什么干部都很难讲啊 因为习近平到了这个 以后到了这个集权统治的末期 越往后他越把这个老婆当回事 越往后老婆也会擦手啊 这个女人干政啊 这个你看中国地带历代的帝王 在灭亡之前都是这样啊 都是后期乱政 后宫乱政啊 这个三七六五的其他古巴拉一的 是吧 就是那个叫外企啊 就是乱权啊 互相残杀 这些都是大同小异的 一点都不奇怪 假如习近平能够开始连任第三期第四期的话 一定会有这样几个变化 一个是以前批评习近平是派行 以后肯定那么好的杀头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第二就是连批评他老婆 你可能都要面临着惩罚 严厉的惩罚 第二就是把他老婆的持户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干涉权力 也会他将来的女婿都有可能拿出来 走到前台 因为他随着不放心 只相信他自家人就变成了完全变成假天下 越来越凄断越来越凄断 一到最后崩塌下来 发生这个大革命 一定是这个结局的 所以这个彭丽厉是非常可惜 以前是一个应该讲还是比较好的煽动大门 煽动出身的演员 还是挺淳朴的 比有些人口碑还好一些 现在情况大规不通了 不用讲别的 你看他到处写信 一会儿给这个什么德国什么学校写信 一会儿给这个什么 其他国家 就是八干达不到的 写信 他从来不关心中国底层的老百姓 你想这些维权人士 你看那个 最可怜就是这个李文竹 真正走了三年 就为了找这个王全璋 你想多可怜 他还是一个有名的律师 从这个天津 从北京步行走到天津去抗争 这个都等于胜过中国历史上的孟江女了 当时我就讲过 哭倒长城孟江女 你看这还有这个常卫平的太太 最近还有这个余文森的太太 这个江庭勇的太太 你就看吧 这些和女性有关系 这么多新闻 我不相信彭丽严不翻墙 他不看海外媒体 是吧 没有一件这样的事 和女人母亲 女儿啊 这些女性的故事 能感动他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变得多么冷血 就人呢 有了权力以后就变 和江庆一样 那江庆不就是 原先在年轻的时候 江庆什么样 是吧 到了晚 你看什么样 很霸道 最后 最后垮台 为什么垮台 让人抓起来 死在大牢里 一点都不奇怪 这个就是权力使人疯狂 所以习近平现在基本上踏上了不贵路 而且他比这个毛泽东的那个搞得还极端的 因为你想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为什么哪个领导人被人定为反人类的这个种族 灭节罪吧 都没有 就这一条 现在又有新冠来源就是要罪责 你就想他一定是破冠破摔了 反正也是这一条就是死路 笨吧 笨到最后 看看有多少人能够给他 给他当铜枪铁壁 能保护他家人 我认为这个结局是很惨的 所以他这个不是什么好消息 是因为他 之所以把他提拔上来 一个是从习近平角度感到恐慌 另外是他这批利益集团 就上了一些自江新京 浦江新京 清华系这些人感到恐惧 所以自然而然 他们就想给他弄成国母 最好能整成皇帝皇后 如果他保住了 下面人的利益都可以保住 所以就不择任何手段了 管他什么 回归奉建社会 什么样 不管了 你们愿什么骂 他不关系 你看 他是很冷血的 这样一种人 就整个变质了 特别是你想想川普来的时候 这个不应当在故宫里 迎接川普 深居宫殿里边 带着老婆催俩 谈唱 那一下马上 把他自己当成一个奉建帝王 从那一天 实际上已经走回头路了 走不回来了 所以这次这个媒体 讲到彭丽媛说是 2015年9月26号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 可持续发展教育 优先高级别会议 也是用英文致词 但当时央视将当做花絮 科学花絮博报 为列入主要的新闻栏目 这肯定是一个集体的决策了 习近平同意 政治局都认同了 就把它提升了 提升了以后位置 那么自然而然 报道就开始重新的排序 重新组织 稿接 那肯定对他的宣传规格就增加了 那么这一次 你想 这个之所以出来 以秦山大师的名义 搞这个活动 确实是个重要的信号 那当然 2018年9月 他在73届联合国大会 防止结合病问题 高级别开幕式上 发表演说 也搞过这个 也是有一次 但是和现在的这个分量 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说有些 这篇文章讲 讲说有些网友看了 感到失曾相识 就有点像江青的翻版 的确是这样 这没什么奇怪的 极权统治走到了末期 离垮台和灭亡前 这是所有的这些故事 你看东周列狗日里面都有 怎么灭亡了 宝四一笑 江山都崩塌 这一点都不奇怪 习近平完全是一个翻版的 昏庸的中国末代的一个帝王 这个不是说 我随便夸张讲 我从来不去渲染 我认为他就是没有悟性 走到今天 也是必然的这样一个结局 已经走不回去了 无法改变这个 那他老婆自然而然 想参加什么会议 那都是重要部门 中央办公厅 也其实就是习近平 亲定了 至于他的结局 将来也会 也是欲荣俱荣 欲损 那没有办法了 他救不了习近平 心里也救不了他 那么他只能跟共产党就在一起 看到最后 看什么结局 那今天的海外其他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再见 再见